虽然李梦和吴燕妮一样都有把赛场当秀场一样的嫌疑 但二者目前的风品却大不一样 李梦在赛场上的表现更加的抢眼 是中国女篮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 李梦已经带领中国女篮挺进了杭州亚运会的半决赛 在对阵中国台北女篮的比赛中 李梦得到26分 落后的情况下往里凿一个人过三个人 李梦就是用自己的表现打服了所有质疑她的人 比赛之后的热搜词条是还得是李梦 中国女篮缺谁都不能缺李梦 你可以说有李奶奶李太太 但李梦只有一个 我变成会飞行的鱼 交出海域 却出我这一季 我们一种围着 心中的路上 我们试着把太阳 放在手上 我们每次笑着 岁月的路上 与坚定的作诈 被自然那种谎 记不得怎么远处 多时分钟 在你穿着 你是我 我们记着对风景色的模样 分身着恶劳的脑 时光不掉的更夸张 是你 是你 寻破的青春头巨 你穿过我的心中的巨 你穿过我的心中的巨 我穿过我的心中的巨 所以你穿过我的心中的巨 太阳侠了